人氣話題要帶您看到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一舉一動都是媒體的焦點 有一名科技大學學生 在日前得到了黃仁勳親筆簽名的顯卡 拿到了網路上來競標 現在喊價喊到了36萬元 另外有旅美教授分析了 台灣還有美國環境的成長差異 志焱說要是黃仁勳是在台灣長大的 雖然說一樣可以成功 但是領域還有方式可能會有很大不同 如果是執行創業 最多就是郭台銘的等級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所到之處 常常引起騷動 大家嗆著要簽名 但卻有一名科技大學的學生 日前參加黃仁勳主題演講 抽到他親筆簽名的顯卡 學生隨即放上臉書社團競標 出價到了36萬元 比顯卡原價翻了近10倍 結果成為發燒話題 目前貼文已經刪除 但引發網友議論紛紛 我覺得丟下來可能會更有價值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我覺得是OK的 校方則表示尊重學生做法 而黃仁勳成就非凡 針對他的成長背景 出生在台灣的台南 9歲時移民美國 對此旅美教授陳時分在聯書坦言 黃仁勳如果是在台灣長大的話 雖然一樣可以成功 但領域與方式可能會很大的不同 如果自行創業最多就是郭台銘的等級 教授甚至列出台美成長環境的不同 例如在美國從小技術學校能培養獨立生活 高中課程相對不沉重 也能自在選擇自己的升學方向 等台美兩邊的成長差異 AI教父旋風在台發酵 無人不小 掩蘭成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接著綜合報導